迎女星全裸完色又!不经常一次搞定! 世界战预告! 图海乐! 20101804.19 2011年以终点战科幻题材吸引全球目光后,纽西兰导演安德鲁尼克,回为多年最新指导作片《世界战》再度回归科幻题材,女主角同样是终点战的亚曼达塞佛瑞, 两人合作起来十分有默契,亚曼达更维系大方落入。 世界战故事背景设定在,没有隐私的未来世界,每个人的视觉都直接传输到云端记录储存,以降低犯罪案件。 在首都发生一连串谋杀悬案,探员萨拉发现一名神秘女子,她没有身份记录,完全推翻社会现有制度,她必须在下个受害者出现前,将神秘女子逮捕。 亚曼达塞佛瑞,亚曼达塞佛瑞,中,在演科幻题材电影,影片海乐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九。 亚曼达,亚曼达在佛瑞便是饰演改名神秘女子,为了逃脱探员的追捕,更不惜全裸色诱,而且整场裸戏亚曼达完全没要求清场,大方直率地演出,让拍摄一次就搞定。 世界战同样也彰显导演对于道德和科技的质疑,这次他把重点放在个人隐私和社交媒体扩张,在近年发生是诺登事件和维基揭秘曝光全民隐私,让导演有所感慨,如同他当年编写出门的世界,现在已经成为真实生活,导演认为眼球监控概念, 或许也将成为科技发展的下一步。